今天在這裏跟大家分享4K電視的小知識 和輕輕地說一下Sony電視究竟有什麼新的技術 4K其實很簡單 我們現時用的FHD電視機就是1080P的解像度 固自然來說它的像素是1920x1080 但到現在4K我們的解像度就會提升到3840x2160 這和我們可以看到3840x2160和1920x1080這兩個格式的分別 FHD的畫面其實你會看到有一點點的格格 只不過我們看到電視機的畫面都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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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出來 當然格數越精密畫面就越細緻 出來的效果看到一隻鷹帽的眼珠都會比較清晰 3840x2160的解像度是一定要有的 另外這個面板需要支援10bit或者12bit的顏色深度 當你比數越高的時候 顏色的層次度會更加高 以及灰階的可以出的顏色就會更加多 我們可以看到越高就越漂亮 接著還有一個叫BT2020的標準 這個BT2020的標準其實與HDR相互相成 我們之前的藍光碟 其實就是BT709 BT709其實就是一些色域的標準 我們看到這個箭咀就是這個三角形 大家看到整個色域圖 其實它可以只是涵蓋大概三分之一的色域 這個就更簡單可以看到 其實只是有這麼細的東西 雖然你看到這個顏色很少鮮艷段目 但其實它可以出到真實世界出來的色彩 其實只是三分之一 去到BT2020 它就會將整個色域增闊了 如果4K 最重要是一件事 整個系統一定要有HTCP 2.2 這個格式 我電視機要有HTCP 2.2 我藍光機要有HTCP 2.2 就算我用小馬A 如果它裏面有Netflix 可以出到4K的 都要有HTCP 2.2 因為所有的4K內容 如果是正版的 它一定會有這個格式 因為它這個就是用來給你防敲背 即是不給你Copy 不給你翻版 如果小一樣東西 你整套東西 你把4K內容都看不到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合法的4K的Source 其實它都會有HTCP 2.2 它才可以做廣播 接著就是HDR 最光和最暗的位置 都一併包在整個畫面裏面 譬如我們以前是0EV的位置 它只不過是出到這個畫面 但現在不是的 它會把最高的寬容度 和最低的寬容度 都放進去 所以你看到畫面的時候 就會變得多了 我們偶爾看 Blu-ray 或者電視廣播 其實整個現實的畫面 可能是有這麼多的數據 接著經過的器材 拍攝 接著有些器材 做執片 MASTER 速速速速速 速到這裡 去到電視 其實只是出了這麼多內容 給你看 有這麼多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沒有了 但去到HDR 雖然還未能做到100% 是看到人類真實的顏色 但它已經可以遮蓋的位置 都已經多了很多 那盜比Vision 是什麼呢? 當你買電視機貴的時候 就一定要問 喂 我的電視機 知不知換這個盜比Vision 那盜比Vision 和剛才HDR有什麼分別呢? HDR的技術很簡單 它會將你整套片 最高和最高 做一次對比的拉光 或者拉低 一次性 但是呢 有時候有電視機 如果我很多黑夜的環境 或者有些場景 是超級多的陽光位的時候 它就不能做到很平均的HDR 那盜比Vision 的好處就是 其實是每一套電視機裡面 每一格的菲林 它都會做一次的HDR 變成了呢 我們就會看到 黑夜的位置 它就會把對比推到這裡 推光它 然後黃昏它就會來到這裡 去到黑夜 它就會將它調低 變成一個Dynamic的HDR 即是說 它是一個會上下移動的HDR的技術 這個好處就是 整套電視機 你不會發覺 在HDR上 不會發覺 有些爆了都看不到 有些暗得來 就會很灰 因為它是每一格菲林都做的 所以出來的 環境的光亮度和顏色效果 也會再提高 現在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很多樹木 很多清草的 我們嘗試把它關掉 關掉 關掉 關掉它的畫面 雖然你會看到 顏色可能會鮮色 但為什麼 但其實呢 你留意 那些光位 和樹林裡面的層次 其實是少於剛才的 很多人都會說 HDR 為什麼我家開了會變淡 反而變淡 但因為其實開了之後 它是更貼近真實的顏色 但真實的顏色 因為是會多過你 普通的HDR的顏色 所以它的顏色方面 一定會不同了 但你會看到 其實裡面 是多了很多很多的細緻 除了藍光機之外 其實這個電視 其實都可以 教得到HDR的模式 我們去畫質設定 其實在進階裡面 有一個視訊選項 這個HDR模式 其實你都會看到 關了就是這樣 HDMI的線材 其實要出到1080 就非常簡單 你通常每一條都是 但如果你要出到4K的影像 因為其實數據比較多 所以傳輸的數據量 就一定要大 例如這些 這個就叫做 High Speed with Evening 當你見到High Speed 只要是5米以下的線 通常都會過到4K的影像 如果你說再提升 一定要過得完的話 包括HD Premium的Logo 有一個叫DLP4K的Logo 或者THX的Logo 或者URL的Logo 總之你見到 這裡這麼多 這裡這四個Logo 你見到的 就一定可以支援到 這個4K HDR的影像 中間 如果你搏的時候 你搏了其中一件 不支援的 例如好像 PS的VR 就是戴VR的眼鏡 因為VR 其實它是1080P 如果你搏它的時候 你一定出不到4K畫面 所以 通常很多人都會 把PS4直接搏到電視機上 然後M或者其他東西 就經ARC 這樣出聲 這也是其中一種玩法 或者 搏光纖 這次 其實它們 主要一定會有 4K HDR的影像 以及Backlight 其實是分幾個 X Extended Dynamic Range Pro 以及Backlight Master Driver 以及Slim Backlight Driver 另外 X1 Extreme 這個Processor 就會在新的電視上 這個晶片 其他一個功能 就叫做 Object Base HDR Remaster 就是幫你 在每一格的畫面 裡面 它會再去細分 你每一件物件 出來 究竟應該是 用什麼對比度 第二個功能 就叫做 Duel Database Processing Duel Database Processing 就是它 本身有兩個數據庫 一個數據庫 就是用來做 Noise Reduction 即是降噪 例如晚上 黑色 即是不需要有 Noise 那些Noise 不需要它知道 我會幫你除掉 另外 就有一個Database 就幫你做Analysis 就是分析 你圖畫裡面 那樣東西 究竟是什麼 它會幫你做 一個聲頻 就令到畫面 那個Noise 和那件物件 的真實度 就會更加高 另外 就有一個 SuperBeat Mapping 這個其實很簡單 以前 一些必數不夠的畫面 一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層層的畫面 這個功能 就要幫你 將一塊一塊的東西 去撫平 令到它順滑 令到可以 由黑到光的位置 都可以比較順滑 這個Slimback Light Driver Plus 其實就是 HLED 技術 可以做到一個 更加智能的 著燈方法 這個其實有什麼用呢 非常之厲害 因為我看西片 就一定開字幕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 很麻煩 不過畫面 在黑漆漆的時候 尤其是看Batman Batman的時候 最多黑色的環境 它一說話的時候 這裡就會有字幕 黑色遇上白色的字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沒有這個 浮局暴控的功能 它其實會幫你 整個畫面乾一乾 十分令人不開心 這個情況 因為你真的看不到電影 真的不知道開到不開 但如果它有了之後 它就只會令到這裡會乾 其他畫面不會有影響 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黑漆漆裡 對 在黑漆漆裡 對 不然 有機靈的 都會有 感谢观看